一拍輕鬆走到娃娃機前 看準物品後 專注夾取娃娃 但沒想到下一秒 男子竟然手扳機台 身子向後倒 一口氣抬起娃娃機 用力搖晃 眼看沒成功 再試一次大動作的扯動機台 物品順利掉入洞口 看到旁邊還有別的物品 也沒放過 不到一分鐘 男子就帶走 價值上千元的藍牙喇叭 才會想說掉下電池 就是為什麼會歪掉 然後結果就發現 他是這樣子家的 年月四十歲的平頭男子 就是三番兩次 使用奧伯竊取娃娃機 他還刻意選在清晨六點下手 而且專挑高單價的電子產品 從今年十月開始 店家就驚覺產品有少 還徹意張貼公告 警告奧伯男的不法行為 沒想到事隔幾星期 他又再度回到娃娃機店 連續兩天下手竊取 得手至少上千元 業者無奈只能將這誇張影片 PO上網希望同業互相注意 一起揪出這個奧伯小偷 記者楊齒健王千玲 台北報導